你知道嗎? 台灣的聲音早在二十幾年前就在奧運上被全世界聽見 但卻因此上演了一場跨國際的作品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甜音樂的頻道 最近大家都在封奧運 選手們也為台灣拿下了很亮眼的成績 上一集聊到了選手們的必勝歌曲 但你知道嗎? 其實台灣的聲音早在二十幾年前 就在奧運上被全世界聽見 但卻也因此上演了一場跨國際的糾紛 今天的影片就是要來講這個故事 阿特蘭達 奧運事件 而這件事的主角就是郭一丹先生 出生於1921年3月20日 是個台東安美族 以優美的歌聲而聞名 他們的代表歌曲是老人飲酒歌 並且在2000年的時候 4月以團跨黃色地球這張專輯 獲得第十一屆軍旗獎 的最佳民族樂曲專輯獎 在2002年5月 新政院追授了國家民族藝術大師的頭銜 給了郭英男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把時間退回到1988年 在1988年一次英聯季會下 郭英男首次有出國的機會 當時郭英男呢 在法國巴黎世界文化館的邀請下 演唱了歌曲 老人飲酒歌 並且在當時獲得了當地報章的好評 同時也在法國簡單來錄製了幾首歌曲 不料在1993年 歐洲的新世紀音樂樂團的迷 將郭英男在法國錄製的 專輯其中一首歌 老人飲酒歌 結錄部分的原因 配合在他們歌曲 返迫歸真 然後出版了 當時這首歌的銷量超過百萬 而且還成為了 1996年 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宣傳曲 迷樂團的創作呢 當時沒有得到郭英男的同意 毫不知情郭英男也是無意見在台灣的電台 聽到自己的歌聲才發現 诶 怎麼被取用了 剛好在這件事發生了半年前呢 滾石旗下的謀言唱片 已和郭英男簽約 然後專輯也正在錄製當中 身為郭英男的唱片公司 怎麼能不及呢 因此 滾石和國際奧委會 以及一眼麥唱片集團 就展開了一場跨國際的訴訟 這件事在奧委會期間 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原住民的文化以及 著作權的爭議 郭英男當時說 只要能讓大家知道這首歌 來自台灣阿美族歌曲 並且 是我與我妻子 郭秀珠所唱的即可了 當時引發了很多爭論 有人認為原住民的春痛迷藥 已經傳唱了一百多年了 郭英男夫婦並沒有擁有權利 不過滾石唱片的律師呢 主張郭英男唱的曲調 是由他自己在改編的 他擁有編曲的音樂著作權 及表演著作權 這個訴訟案長達了三年之久 最後達成了 庭外和解協議 民以及EMI唱片承認 老人英九歌的主唱是 郭英男與郭秀珠 在全球的該歌曲發行中 均著名來自台灣阿美族的兩人名字 EMI唱片公開頒證了兩張 白金唱片給郭英男夫婦 感謝他們對該專輯的貢獻 摩天唱片也協助郭英男夫婦 把和解金成立了 郭英男先生獎學金 因為這件事促成當年立法院 通過真理著作權法 增加表演著作條文 之後也垂升了原著民族 傳統智慧創作條例 後來更成為了大學法律系 談到智慧財產權時的指標案例 其實很多音樂創作者對於音樂版權的問題 也是很多處於模糊的地帶 有時候不小心裁戒了 有時候不小心被別人裁戒 也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 所以真的要小心必注意相關的規範 免得不小心觸犯了法律那就不好了 之後有機會的話 也會專門做一集為大家講解 你最喜歡台灣哪一組原住民的歌聲呢? 還是你就是那個好聲音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或是投稿到挺音樂的IG也可以喔! 我是挺音樂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